在言论自由问题完双标 纽约时报被印度抓现行 北京时间18日 印度政府技能发展和创业 以及电子和信息技术 国务部长拉杰夫·钱德·拉塞卡尔 在推特上发布了两张纽约时报的报道截图 佩文质问道 亲爱的纽约时报 把这个放出来供你们和其他人看到 双重标准的原因是什么 是和故事的距离 还是你们看待这个故事所用的棱镜 印度是一个自豪的民主国家 值得更好的 在其配图中 左边是纽约时报 推特在2020年2月4日发布的一篇报道 报道了当时正在印度发生 持续了数月的农民抗议活动 印度总理莫迪采取措施试图平息一事 不过 这家美媒推文的关注点 更多放在了对言论自由的担忧上 随着印度总理 那轮德·拉莫迪努力平息数月来的农民抗议 有批评人士和分析人士 看到了一种限制言论自由的模式 他们担心这会让印度走上偏狭的危险道路 配图右边 则是关于最近加拿大卡车司机发起 自由车队抗议 反对加政府防疫措施的新闻 同样都是抗议 纽约时报却在推文中称 随着加拿大抗议活动持续 卡车司机堵塞了与美国的供应链 一些加拿大人问 为什么总理特鲁多没有下令平息抗议活动 纽约时报这一大型双标现场被曝光后 推特上充满了印度网友愤怒的声音 当然 也有印度网友表示 这种事儿出现在西方媒体身上并不意外 西方仍觉得他们是世界的主宰 这并不让人惊讶 该网友还讽刺说 他们有权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建立对东方的认知 对持名双标纽约时报来说 这一操作确实不让人惊讶 在过去 这家媒体也为世界贡献了不少双标案例 其中一个经典场面就跟中国有关 时间来到全球疫情爆发之初 2020年3月8日 纽约时报在其官方推特上先后发布了两条推文 第一条发布于当天上午10时30分 推文中带着抨击的语气指责中国 为对抗新冠疫情 中国隔离了6000万人 并对数亿人实施严格的检疫和旅行限制 这场战役让人们的生计和个人自由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就在20分钟后 10时50分 该账号发布第二条消息 带着些对意大利的称赞和敬意称 意大利封锁了米兰、威尼斯以及北部大部分城市 他们拿自己的经济冒险 以阻止这场欧洲最严重疫情的蔓延 值得一提的是 双标之外 就在本月初举行的全球 瞩目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话题上 纽约时报 还向观众展示了一些西方媒体选择性 故事的能力 在冬奥开幕式当天 这家美媒 一位名叫凡妮莎弗莱德曼的主编 就以各国冬奥代表团入场 服饰点评为主题 在纽约时报官网上 对各国代表团的服装进行点评 这位主编在点评中国代表团入场服装时 宇代讥讽地称 最大退步奖 要评给这次的东道主 并称中国是 唯一一个用服装区分男女运动员的国家 然而 弗莱德曼却忽略了一个事实 但凡看了几眼开幕式的观众都知道 美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会的入场仪式上 男女运动员也是穿了不同款式的服装 对着自己的国家 他不仅选择性忽视 还大肆双标起来 夸赞美国代表团服装比之前设计更美观 凸显了科技和环保元素 可谓让全世界看了笑话